主料,大红枣400克,和桃仁20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大红枣洗净去盒,用绞肉机将绞肉绞碎,虽然是工具来操作,但干燥很轻,一斤仍是有一大堆,全部绞完也是需要一些耐心的。 核桃仁切碎,搅好的枣碎倒入锅中,倒入两杯水,开小火加热,加热过程中用铲子不断翻炒,使水与枣碎枣肉全部融合,炒至水分收干,枣泥发印,将核桃碎放入,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。 一,如果不用绞肉机,也可以将聚合的枣肉切碎,麻烦在于要尽量切得碎,越碎越好,否则如果有较大块的枣皮会很影响口感,且较大的枣皮可能会贴在喉咙上。 它引起不适而搅好的枣碎加水再炒,是为了使枣泥柔软细腻,经过一个吸水融合的过程,再收干水拌三,是否加核桃碎随意,也可以加入其他果仁。 如松仁的,要是先炒熟或烤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